哲 众人俱是一脸古怪 毕竟他们帝尊就是个疯子 他什么事做不出来 收一个害过自己的缺手下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他们帝尊曾过 明明近在咫尺唾手可得 却偏偏只能干看着 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让害过自己的缺手下 让他兢兢业业地给自己做事 明明恨自己恨得要死 却只能为自己痛恨的人 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这不比杀了他更痛快 不愧是心态扭曲后的帝尊 果然变态多了 在看光幕中的帝尊哥 他正可怜兮兮地缩在玉的角落 给那株破植物为他的血 众人又是一阵揪心 他难道不知道 仙饶汽血对仙人非常重要吗 那里面蕴含了仙饶仙力 若是长久以往 就会永远无法进阶 那时的他 当真是太过良善了 这时 玉传来一阵动静 百轩得意洋洋地出现在帝尊哥面前 他看着缩在角落里柔弱的身影 突然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 再怎么样 对方也是刚飞升上来的 不懂规矩也是很正常的事 他和一个还叫个什么劲 以他这个年纪 面对帝尊哥的时候 对方与他来 可不 就是一个孩子 但显然 眼前这个不是普通的孩子 还是个脾气又臭又硬的熊孩子 帝尊哥一见到百轩 当即嫉恶如仇地道 我没有偷你东西 你就打死我 我也不会承认的 此事地可见 我问心无愧 正打算放过这熊孩子的百轩 闽 突 虽然对方的全部没毛病 但他听着就是不舒服 那就再关几吧 总算舒服多了 帝尊哥见百轩又被气走 他又蹲到角落 给红卫吃的 他估计 他们爷俩 应该是走不出去这里了 这都是命啊 狱的狱卒先官 已经很久没见过 才几日又被关狱的人 尤其是见到他 明明官职比他还要 但他却不畏强权 依旧维护自己的正义 这样的好人 而他正好有能力帮他 我来帮你吧 只要找到六品先官为你做主 你的是一定会查清的 帝尊哥抬眸 看向好心人 真诚地道不用了 这是我的事 我自己会解决 然而他的大实话 却是感动了狱卒先官 认为对方是不想连累他 于是 他觉得自己越发要做点什么 其实我和一名六品先官 有过一点点交情 我现在就去找他帮忙 还不等帝尊哥拒绝 那人便已经走了 而且速度非常快 帝尊哥人都骂了 好的冷冰冰 没有人为的先公 为何这里的人如此热情 反鞋杠 Tout 反鞋杠 才半日 帝尊哥又被放了出来 估计连百轩也没想到 竟然会有六品先官 过问帝尊哥的事 迫于无奈之下 他只能暂时将人给放了 但一想到帝尊哥那嚣张的模样 这口恶气 他坚决忍不了 找老祖宗 是不可能去找的 于是 他邀请那名六品先官 一同去大门口体验一番 明绪先官 也就是那名六品先官 在收到邀请的时候 当即感觉到了深深的阴谋 毕竟百轩背后有老祖宗的事 他也略有耳闻 事到如今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凉染门口的时候 帝尊哥当即将红收到怀中 神情中尽是尽心尽责 明绪先官看着荒凉的门口 警惕地开口 百先官 叫本先官来此 有何要事 百轩突然道 对了 你的先牌带了吗 明绪先官还有些茫然 先牌 何用 本先官的先牌在乾坤度 一时之间可能翻找不到 因为他身负炼丹的工作 所以东西实在太多 先牌又已经很久没用 所以早已掩盖在一堆材料之下 百轩听闻之后 满脸都是笑意 他走得非常快 在路过帝尊哥的时候 还嚣张地举了举仙牌 随后 他便躲在角落 看帝尊哥 如此处置明绪先官的事 明绪先官见百轩溜走得非常快 不一会便消失在仙宫大门 他困惑地抓了抓头 也同样往回赶 站住 何方骁 敢擅闯仙宫 什么 明绪先官已经很久没出门了 哪里见过这样的事 一个没品贴的散仙 竟然拦下他 他似乎有些明白 百轩的心情了 但他还是客套地道 是我帮了你 你应该听足提起过我 帝尊哥大意凛然 不管你是何人 必须出示仙牌 方能入仙宫 之前你被关预 是我帮了你啊 明绪先官提醒到 帝尊哥低流着长枪 仙牌 你 你好样的 明绪先官显然被气得不轻 躲在角落的百轩见此 终于放心多了 还别 见到别人和他一样憋屈 总算舒服了 这是不到自己头上 真是不知道疼 但明绪先官 显然比百轩的脾气好多了 他还真的在那里翻起了仙牌 不一会 仙宫门口堆积起了 如同山一般的仙侄 如此多的仙侄 定会吸引凶兽的注意 凶兽不比仙兽 那可是最让上界之人 头痛的东西 他们实力强大 成长快速 善于躲藏 繁衍速度更是惊人 无论怎么绞杀 凶兽依旧如同青草燎原 除之不尽 更有十大凶兽 恶民在外 连他们帝尊 也不敢轻易招惹 他竟然是故意引来凶兽 想让帝颜哥知道他的厉害 让他知道 在这仙宫里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得罪的 帝颜哥本以为 这个明续仙官 可能是个好人 直到他听到 一头头猛兽的嘶吼声 听这些声音 就是些不得了大家伙 他以为上界就跟庭一样 除了仙官之间勾心斗角 啥也没有 没想到 这里竟然也有妖兽 这一下可放心多了 帝颜哥看了眼 堆积如山的仙药材 唇角尽事了然 他当即大喝一声 拦在明续仙官面前 老哥 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这里交给我了 明续仙官诧异地 看着帝颜哥那销售的背影 本以为不过就是一个 道貌黯然 装模作样的子 只要有凶兽出没 势必会跑入仙宫躲藏起来 却没想到 他不但没躲 还选择挡在他的身前 他难道不知道 他的修为 足足比他高了两个大境界 明续仙官平日老好人般的脸上 闪过各种诧异 于是他故意没有收起东西 站在原地好奇地看了起来 当然还有正偷窥的白轩 白轩也没想到 平日里一副队任何人都 老好饶明续仙官 做事会如此狠辣 这要不是故意的 他就把这些凶兽给吞了 随着嘶吼声越来越大 就见一群凶兽已经隐约可见 明续仙官突然好言劝道 不如阎门将 随本仙官进去躲躲 这群畜生可不敢入仙宫撒野 然而帝颜哥连头都没有回 身为仙宫门将 我要同仙宫大门同生死 这话的 让明续仙官和偷窥的百轩 直接就当机了 这年头 还有这样正直的老实人 这怎么怎么可能啊 就在两人轻蔑的眼神中 帝颜哥已经扛着 好不容易粘起来的长枪 激动地冲了过去 这么多的兽 光是从气势上来 他已经输了 当真是来得太好了 随着越靠越近 帝颜哥也看清了那些兽的模样 这些兽 为啥长得都像巨型的老鼠 足有一个高的大老鼠 挥不溜秋的 尾巴就跟细长的鞭子似的 兽眼泛着红光 毫无一丝人性 充满了杀戮 这 真是上界该有的兽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 终于可以放开手了 当真是好样的 百轩和明续仙官两人 看着帝颜哥 踢着比他人还要高的长枪 冲向了那群凶兽 一开始 他们满脸不屑 认为帝颜哥在吃了瘪之后 定然会老实地跑回来 直到他们看清那些凶兽之后 瞬间一个个脸色大变 这是 一大群的白骨凶鼠 顾名思义 只要是被白骨凶鼠盯上 要么白骨凶鼠全面 要么被啃视成白骨 虽然这些白骨凶鼠 境界不高 也就悬先进 而他们两饶实力 全部比他们高 但架不住他们群居而生 而且数量多 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撕咬掉一大块血肉 可以是上界 最让人头痛的凶兽 当然 对金仙来 全身而退 完全不是问题 所以明续仙官 当即收起了放置在地上的仙侄 同时复杂地看了眼 依旧在那里冲锋陷阵的地言歌 而白鲜站在仙供门口的里侧 已经顾不上暴露了 明续仙官 你赶紧把那个愣子带回来 以你的实力 全身而退 完全不是问题 虽然白鲜依旧讨厌地言歌 但怎么他也是他们仙供的人 明续仙官正犹豫之际 就见冲过去的地言歌 连人带长枪地 被一头白骨凶鼠撞飞出去 眼看着 就要被白骨凶鼠给淹没 于是 他冲了过去 就在他即将靠近地言歌之际 就见对方已经拿出了一根紫色的长鞭 神器 明续仙官显然识货多了 一眼看出灵言歌手中武器的级别 子 你就算手握神器 也不会是这些白骨凶鼠的对手 快跟我走 他正要出手去抓他 却不想手里抓了个空 而那个要抓的人 已经冲了出去 边冲边道 你快跑 我来拦住他们 明续仙官看着自己的手 有些怀疑人声 以他的修为 不可能抓不住一个的玄仙 这子 有问题 于是他也不急于一时 而是在一边观望起来 他就见地言歌再次冲向那群白骨凶鼠 一直以来 所有人都知道 凶兽那就是永远都不知道害怕 即便他们身边的伙伴被人打死 他们也依旧会勇往直前地往前冲 而寻常之人 总会有恐惧害怕的时候 所以若是同阶 凶兽永远在人之上 然而 不愧是刚飞升上来的愣头青 面对这么多玄仙境的凶兽 他是真敢冲 明续仙官摇了摇头 在那里道 只要你求我 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地言歌刚冲了大半的身形一顿 连头都没有回地道 你 你怎么还在这 你赶紧走啊 你在这里 会影响我发挥 最重要的是 这仙宫的人太过热心肠 总喜欢乐于助人 可能是眼前仙官的境界太高 所以地言歌也看不出来 对方的真面目 所以 对待如此热心肠的人 他也没好意思些 让人滚的话 只能哀怨地道 老哥 就当我求你了 你赶紧走啊 明续仙官都不知道做何反应了 从下界到上界 活了无数岁月 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又傻 又愣 明知自己实力差 还妄图保护别人 这真是个蠢货呀 就在他神色复杂之际 那群白骨凶鼠 已经冲到地言歌而前 正当明续仙官 以为他骑马 也要脱层皮之际 地言歌已经挥起了他的鞭子 劈里啪啦的 一通好抽 那些凶名在外的白骨凶鼠 当即被抽飞了好几头 而且抽飞的那些 每一头身上或多或少 都被抽得皮开肉绽 不愧是神器 明续仙官看着地言歌手中的神器 眼中闪过贪婪之色 但见地言歌死死地护在他身前 即便越来越多的凶兽向他冲过来 他也依旧没有后退一步 他瞬间有些动容 无数岁月 他在两界之中 体验最多的 还是人性的冷漠 除了他的母亲 从未有人 会站在他身前护着他 而他此刻的身影 竟让他想起了他的母亲 那时他还年少 他和母亲被赶出家族 在一个林子里 他的母亲为了救他 被一群妖兽撕咬而死 就在他的面前 就像此刻一样 自那之后 他在这世间见到的修者 只有尔虞我诈 相互算计 冷漠麻木 强者为尊 当然也有故意救他 而想要利用他的人 在他看来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帮别人 一切只有利益 而这上界 无非是高一点的修界 人性都是一样的冷漠 然而 现在有一个傻子 就这么挡在他面前 让他赶紧离开 这让他如何相信 他不懈地站在不远处 神情冷漠地 看着帝炎哥挡在他面前 努力地挥着鞭子 这其中一定有阴谋 八成又是一个 想要利用救他 而故意想要让他欠人情的人 这样的人 他还见得少吗 而恰好 他最厌恶的 就是这一种人 他就见 对方一抽一个准 但这白骨凶鼠实在太多 此起彼伏地向帝炎哥冲来 眼看着他就要 淹没在白骨凶鼠的冲击之下 他知道对方肯定会借机 跑到他身后 求他的庇护 若是如此 他定会头也不回地离开 只是他眼看着帝炎哥 要被白骨凶鼠给淹没 而他依旧没有后退一步 而是在那里哈哈大笑 来得好 哈哈哈哈 帝炎哥又是一鞭子抽出去 一片片紫光闪过 随即又是一大片 白骨凶鼠倒了下去 这时 一头白骨凶鼠 尖利的牙齿咬向帝炎哥的手腕 刷得一下白骨凶鼠闪过 同时带起一道红色的血污 这下 闻到腥味的所有白骨凶鼠 全部暴动起来 帝炎哥看着手背上 深可见骨的伤痕 整个人在那里抖啊抖的 但在明絮仙观眼中 他绝对是害怕了 毕竟好不容易飞升 谁会愿意死在这种 随处可见的凶兽之下 这下好了 为了讨好他 要翻车了吧 而这回 他绝对会见死不救 然而 一阵狂笑 打断了他的想法 哈哈哈哈 一群臭老鼠 当真是好样的 这个人气势瞬息变化 毕竟总是藏着掖着 不定会判定他作死失败 试探期已过 是时候发挥他真正的实力了 你果然是个好人 瞬息之间 明絮仙观就见 帝炎哥身上的气势 节节攀升 虽然他依旧还是悬仙境界 但整个人身上有种 让他见到劫雷的窒息符 当然他绝不认为这是 他能修炼出来的东西 这种气势 肯定又是什么神器之类的东西 这子底牌倒是挺多的 这就已经是两件神器了 在他这个实力 比他高两个大境界的强者面前 暴露他的两件神器 这是真不怕他抢 还是 他是真的为了救他豁出去了 他真怀疑这么个愣头青 是如何得到这些神器 还能活着飞升上来的 明絮仙观左看右看 这都不像是一个什么阴谋 因为若是阴谋 那这暴露的也未免太多了 毕竟那可是两件神器 连他们的清渊殿下 也没有这么多的神器 对了 清渊殿下 难怪他一直觉得 他有些眼熟 他的长相 同清渊殿下 似有两分相似 但仔细一看 两人又没有一丝可比性 可能人有相似 话回来 他连一件神器都没音 而这子 竟然有两件 所以他能不眼红吗 此时 若是不救他的话 他定然会死在这些 白骨凶鼠的手证 到时 他的两件神器 也就是他了 但看着娜娜有些柔弱娇的背影 即便暴露两件神器 也依旧不退一步 是要保护他的人 他竟然犹豫了 疯了 一定是他疯子 那可是两件神器 他犹豫个鬼 他一定要在这里看着他死 明絮仙官站在原地 看着帝颜哥站在那里 挥舞着他的鞭子 只是这一回 他一鞭子过去 便带起一片血雾 这血雾有他的 还有白骨凶鼠的 这血雾自然是过度使用 雷尺鞭的后遗症 帝颜哥觉得问题不大 倒是这些白骨凶鼠 怎么这么不精打 他就一鞭子 就给抽得半死不活 没有反抗之力了 所幸 这雷尺鞭的反噬力 还是挺强的 而且那些白骨凶鼠 只要咬他一下 逼出流血不止的大口子 但眼看着白骨凶鼠 越来越少 帝颜哥还是红了眼眶 他这都是不甘且悲善泪化 他怎么就这么强呢 光无碍 一众围观众人 看着帝颜哥微红的眼角 瞬间心都酸了 那个该死的明絮 帝尊为了救他都哭了 他竟然还无动于衷 帝尊那可是铁血真硬汉 他都能哭 可见他定是痛苦到了极点 帝尊真的好可怜 他会变成变态 全是这些人害的 当年 他也是那样热忱的少年狼啊 光幕中 当其中一头 有些大的白骨凶鼠倒下后 其余为数不多的白骨凶鼠 瞬间四处而逃 帝颜哥本想去追 却不想一头栽倒在地 倒不是他要不行了 而是 他被雷尺鞭的反噬 给弄得一时之间 失去了行动力 不过问题不大 只要一会他就能缓过来 帝颜哥正苦大仇身之际 突然身前出现了一道阴影 他抬眸 想要看看是啥好东西 虽然他现在失去了行动力 但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只希望来的是 比白骨凶鼠还要大的大家伙 或者再来一群白骨凶鼠 那估计就差不多了 然而 他见到的 却是扬着一张好人脸的明绪仙官 于是 他哀怨地看了他一眼 老哥 你怎么还在这里 这不会又是来救他的吧 明绪仙官虽然扬着一副好人脸 但声音中 却是透着丝丝凉意 子 本仙官比你高粱的大境界 你觉得本仙官需要你救吗 不过就是一群蝼蚁 你知我为何不出手 啊 地言哥仰着脑袋 震惊地看着那张满脸写着 老好扰脸 瞬间激动地抖了起来 他懂了 这肯定就是传众的暗界难防 没想到 这样的老好人脸 连他都差点看走了眼 不愧是比他高粱的大境界的惊心 于是他红着眼眶充满委屈 老哥 你要做什么 我刚才可是救了你啊 你知你身上的两件神器 与整个上界意味着什么吗 明绪仙官看着地言哥手中的雷翅鞭 闪过丝丝贪婪 两件 地言哥看了眼手中的雷翅鞭 再看手腕的引雷镯 确实是两件 完全没毛病 明绪仙官察觉到地言哥的眼神 只觉得这子 就是个愣头青 他多了它 是为两件神器而来 他直接傻傻地用眼神 暴露了自己的两件神器 简直蠢得过分 地言哥红着眼眶继续道 你就算杀了我 我也不会把两件神器给你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 她激动地等着眼前 这人杀人夺宝 然而等来的 却是那人不屑的声音 你应该庆幸 先公明令规定 辱先公者 不得互相残杀 不得抢夺他人宝物 如若不然 而今你早已身手一处 虽然确实有着规定 但在先公向来强者为尊 啊 地言哥看了眼空无一人 只有凶兽尸体的四周 无辜地看着他道 可这里又没有其他人 这时候下手谁能知道 这种好机会都不下手 还他不是好人 于是地言哥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你果然是个好人 你这愣子 明绪先官一把抓起地言哥 朝先公而去 直到了先公门口 他气得将他扔到灵上 以后看好你的先门 别四处乱晃 这便留给他一个不悦的背影 地言哥无奈地看着他的身影 当初他就不该做死选择先公 这先公的好人似乎有点多 就刚离开的这个 长得就是一副老好人模样 没想到还真是 一个嘴硬心软的老大哥 他刚才一直不出手 也定是见他有一战之力 这么一想 他连跑路的想法都有了 但他暂时也不敢跑路程 他怕一跑路程 会连累那个带他过来的好人 好人 都是好人啊 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 不过一会 先公里便出来一对 穿着同他差不多盔甲的先官 他们走得很急 静止走向那群 已经惨不忍睹的凶兽 在短暂的差异后 他们很快就将 这些凶兽给处理干净了 就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接着 他们又静止折了回来 这回 他们看到同他们穿着同样盔甲的帝颜哥 其中的队长冲帝颜哥 友好地点临头 同时拿出了代表身份的先牌 帝颜哥同他们回了一个善意的眼神 不愧是先公中为数不多的护卫队 看看这素质 就是不同反响 要是这里的每个人都这么有素质 他岂不是连做死的机会没应 在那些人离开后 帝颜哥又开始守住待兔 突然 他察觉到 有种被窥视的感觉 当他回过头 发现正是扭扭捏捏的百轩 又是这个家伙 难不成又是来陷害他的 这么一想 他还有些期盼 这不 表面上他故作镇静地站在那里 实则已经挠补了百轩 各种陷害的手段 上回陷害他偷东西 这回怎么也得陷害他下毒 放火 当叛徒 哪样罪名 都够他回老家了 直到对方将他的手 伸到了他的面前 那只摊开的手掌 上面是一个精致的玉瓶 玉瓶泛着淡绿色的光芒 一看就价值不菲 但用来陷害他 应该不够吧 难不成这玉瓶 还是什么神品级的宝物 虽然帝颜哥非常想拿 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道 百轩先官 你这又是做什么 你休想用东西来收买我 我是不会训思的 百轩的脸上 闪过一丝窘迫 他一把将手里的东西 塞到帝颜哥手证 这是复原单 专门给受膳先官服用的 若是你出了事 就没人看门了 完这些 他转身就离开了 帝颜哥看着手中的精致玉瓶 整个人困惑不已 咋回事 难道这又是什么新的阴谋 总不能是他突然脑子抽了 见他受了伤 所以给他送药吧 于是 他将重要物证 往先排空间里随意一扔 又从塞的鼓鼓囊囊的怀中 将红给拿了出来 正躲着偷看的百轩 见帝颜哥收起他给他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打算吃的意图 顿时心情万分不悦 虽然他陷害了他好几次 但这回 他是真心补偿他的 因为他无畏无惧的 沙白骨凶鼠的形象 真的让他敬佩不已 这敬未来的 就是这样突然 他就是想同他发展一下 男人之间的情谊 谁曾想到 他不但没有服用他 送出的东西 还在那里把玩着一盆 平平无奇的破话 直到他无意间 见到帝颜哥 切开自己的手掌 用自己的鲜血 来喂食那株花后 当即眼眸微变 这种以血为食的植物 绝对都是魔物 若是之前 他用这个当缘由 他绝对会被送入轮回台 更有甚者 还有可能会被送入展仙台 但现在 再充分认识到对方 就是个政治到犯傻的人 他还真的可能 不知道养一株魔值 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知道当面直言 对方肯定不会听他的 毕竟他们之前 误会颇深 于是他决定找个机会 将他的那盆破花给偷过来 百轩这些日子 一直在暗中偷窥帝颜哥 见他每日什么也不干 连伤也不恢复 除了看门 就用鲜血 在喂养他的那株破花 看他那眼神 就知道这花 对他的意义绝对不凡 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傻 他到底知不知道 身上的鲜血代表的意义 他本来就受了伤 身体本就这么虚 还用鲜血喂那磨花 这是 不想让伤恢复了吧 越是偷窥 百轩越是觉得 帝颜哥这个人 就是个傻子 最过分的是 都虚成这样 还不吃他给他的仙药 就在这时 百轩发现有人 在靠近仙宫大门 瞬间如临大旦 果然 他就见平时里 他的那个死对头颜希 出现在视线范围 他知道颜希最近在处理 和极光书院的一些事 所以火气比较大 可以 这家伙的脾气 比他的还要大 那个傻子遇到颜希 绝对是比遇到他还要倒霉 很快颜希就已经 到了仙宫门口 而那个傻子 还真的要过去拦人 就在帝颜哥 要被颜希一脚踹飞之际 百轩突然冲出来 将他给拉了回来 见颜希似乎 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百轩正要松一口气之际 他突然听到帝颜哥 大吼一声 站住 原本已经离去的颜希 又折了回来 单个本仙官的事 简直就是在找死 颜希的攻击 瞬间到林颜哥的面前 然而帝颜哥 根本就高兴不起来 因为百轩已经挡在了他的面前 他整个人都是猛圈的 怎么也没想明白 这是几个意思 难道这是最新的阴谋 想要玩欲擒故纵 霸道仙官虐恋情深 也可能 这攻的好人还是太多了 虽然这个百轩总喜欢陷害他 但他的隐藏属性 可能也是个好人 这不 百轩已经和那个 心来的暴躁火对上了 两人开始了激烈的争吵 百轩 你在这里做什么 难不成你爱上这个开门的了 泽泽 你还真是与众不同 难怪拒绝了这么多仙鹅 原来你好的是这口 颜希见此 当即好一阵奚落 直到他扫了眼地颜哥之后 当即震了一下 此时的他 因为受了伤 脸上格外苍白 趁得那脸 更是妖艳无比 当真是好一个男狐狸精 你呼唬什么 百轩气的面色通红 我对他 只有敬佩 然而 看着地颜哥那苍白的脸 还有那虚弱的模样 就这还敬佩 谁会信 百轩今日我还有要事 我就不奉陪了 改日 我再同你的这位 门将好好聊聊 颜希正要离开 却不想一道紫色的鞭子 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 入仙宫者 出事先排 如若不然 本门将有权 将人拦下 这发展 别是颜希了 连百轩都被惊到了 虽然没抽中正脸 但这一击抽飞了颜希的颜面 被一个弱者如此挑衅 这绝对不能忍 他现在看谁都像的好人 颜希在这些岁月里 好不容易升到七品先关 平日里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更何况这种委屈 还来自于一个 没有任何品贴的人 于是他一剑 向他砍了过去 只是这一剑 即将落到他头上的时候 剑突然停了下来 剑星 你这废物 竟然还修炼出了剑星 颜希不屑得完 又是一掌拍向了他 但这回 蒂颜哥又被拉开了 白轩也终于挡在了他的面前 两人在门口大打出手 结果因为动静太大 引来了戒律殿和护卫队 最后 三人一起成功地被关入了狱 狱卒在见到蒂颜哥的同时 再次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毕竟他实在是太惨了 这才飞升不到十日 这都已经是第三次被打入狱了 看着面色苍白 摇摇欲坠的蒂颜哥 但因为 他们三人被关在一起 狱卒只能给他一个同情的眼神 勾三搭四 颜希轻蔑地扫了眼狱卒 再看向白轩 你的那个情人 可真是遭入忌的 你胡什么 百轩战红了脸 怒气冲 从未见过对方这样的颜希 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 我的就是他 你看看他 分明连狱卒都勾搭 你 百轩正要冲上去开打 突然发现有人过来了 他只有正经危坐 而颜希也只是不屑地哼了哼 直到他们见到明绪先官 那张一如既往的老好人脸 颜希和百轩两缺即起身 恭恭敬敬敬地站到了一边 明绪先官 您怎么来了 本先官来看看出了什么事 他怎么也会在这里 明绪先官看着面色苍白的地言歌 正可怜般地站在角落里 瞬间感觉的心脏都被击中了 如此正直的少年狼 鸡尾剑都已经狼狈成这样了 想到上回见到时候 他就如同全身散发着耀眼的灼灼光辉 他终究还是在这偌大的染缸里 变成了同他们一样的人 颜门将 你后悔了吗 一边的颜希 在见到明绪先官的眼神后 当即都不知道做何反应了 怎么这次勾搭了百轩和御族部 还勾搭了明绪先官 这 简直就是南湖离京 地言歌听到声音 看向明绪先官 坚定地道 我做事从不后悔 虽然他也不知道 对方的后悔是什么意思 好 那好 于是明绪先官将手伸到林言歌面前 在他手心里 躺着同百轩同款的玉瓶 这是 同款玉瓶 而且可能还是同款先丹 将这没复原先丹服了吧 这才几日 你的气血竟差成这样 可能这复原先丹 在这上界 是烂打街的东西 地言歌无奈接过 在明绪先官 那势在必得的眼神中 他只能打开了玉瓶 将里面的先丹倒了出来 不愧是先丹 跟他炼制的丹药 还真的很不一样 在对方的眼神试一下 他只能无奈地 将这先丹服了下去 先丹入口即化 他的脸色瞬间红润起来 娇艳欲低 多了几分艳丽惑人 让人瞬间看直了眼 这先丹 好强的药性 地言歌欲哭无泪 那他之前吠的那些劲 不是都白费了吗 自然是强 就这一枚 就需要一千块中品先金 丹西在一边酸溜溜地道 明绪先官对你可真好 不过 我记得百轩也有一枚 他是不是没舍得给你 丹西这话 一采一台 用意很明显 一千块中品先金 地言歌诧异地 看向明绪先官 这人怕是疯了吧 就他这样打工一年 给才一块中品先金 那就代表他 要在这里 看一千年的门 才能得到这么一枚复原先丹 这么好东西 就这么给他吃了 多谢明绪先官馈赠 我一定会将先丹还给你的 明绪先官点灵头 转身欲走 在离开前 他突然道 无希望你能坚守本心 地言歌看着明绪先公的背影 只想再次感慨 对方的这张脸 真的没有长错 这就是一个老好人 他看着手中在道出先丹后 变得平平无奇的玉瓶 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从先牌中 将另一个玉瓶拿了出来 从中道出之后 果然就是复原先丹 他还骗他是什么复原丹 疯了 这些人都疯了 怎么排队给他送先丹 这先公的人全部有毒 他们也太好人了吧 再看着颜西 别看人有些暴躁 但他也越看他越像的好人 不得了 他现在看谁都像的好人 百轩 你竟真的将这复原先丹 送给了这个狐狸精 这可是你老祖宗给你的东西 颜西如同见了鬼一般的看向百轩 而百轩则是有些心虚 干你何事 我的东西 想给谁就给谁 毕竟这是要是让老祖宗知道 他是绝不会放过帝颜哥的 而帝颜哥显然不知道这种好事 他将复先先丹又装了回去 递给百轩 既然我的伤好了 这个你收回去吧 如此贵重之物 他要是收了 他们岂不是要兵士前嫌 而且他还要欠他个人情 百轩瞬间不悦道 不行 我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你要是觉得心里不安 不如就将你一直摆弄的那株植物送给我 抱歉 红对我很重要 你还是把仙丹收回去吧 帝颜哥再次将仙丹递了过去 就在双方各种僵持的时候 颜西也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红 最后 对方盛情难却 帝颜哥还是收下了那枚仙丹 反正已经欠了一枚 多欠一枚也没什么 正好 他对仙丹的炼制也来了兴趣 有现成的仙丹在手 他也可以研究一下 等到他实现量产的时候 一定还他们一车的仙丹 终于 戒律店的染了 还是之前盘问过帝颜哥的那几名戒律店先官 毕竟百轩和颜西两人 时常一言不喝打架 再加上 两人都有后台 所以 关于他们两饶事 戒律店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般将两人关己 那几名戒律店先官一见到帝颜哥 齐齐露出同情之色 毕竟他们都听了 是这两人在仙宫门口打架 连累到林颜哥一起被抓了回来 颜西看着几人熟悉的眼神 当即不屑地看了眼帝颜哥 招风影蝶 原来是任贼做父 戒律店的人过来 其实就是来走个过场 毕竟在仙宫公然打架 还是明令禁止的 再加上两饶实力背景 相差无几 这让他们实在无法偏袒任何人 所以 做个例行询问 这事就算是过去了 两位先官 你们为何站 戒律店的人拿着册子 装模作样地询问 我和他向来不合 想打就打 我们打架 是为了阎门将 百轩两人同时开口道 听到颜西的话 百轩恼羞成怒 你胡什么 我们之间的事 同他有何关联 你急了 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二次见你如此着急 若要最了解对方的人 还是得是死对头 颜西早就觉得 百轩不对劲了 我哪里急了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这两人又在那里打了起来 只是狱里有特殊的结界 所以并不能运用修为 两人只是扭打在一起 戒律店的人 谁也得罪不起 只能在一边干着急 两位先官 别打了 他们本想去劝架 结果却挨了打 于是只能将充满 西纪的目光看向地言哥 对于这种场面 地言哥其实并不想参与 但见戒律店的几个好人 用带着哀怨的毛子看着他 地言哥冲上前 给了颜西一爪子 颜西嗷的一声跳了开来 手背上多了几道深深的爪痕 他震惊地看着手背上的伤痕道 你 你不过的玄仙 为何能删我 一边的百轩当即扯开话题 颜西 我们约个地方 比试一番吧 颜西闻言 双方果然转移了话题 只是真是如此吗 接下来 一切都非常顺利 百轩两人被放了出去 地言哥因为被牵连 则是多关了几 这几日被关狱的日子 地言哥受到了狱卒的特殊照顾 所以 即便每日蹲在角落里 研究仙丹 也没有人为难他 几日后 地言哥将仙丹各种拆解 关于仙丹的事 虽然有了一点思路 但还没理清头绪 估计还需要一段时日研究 而他也终于到了离开的日子 只是他刚出狱 就见到眼前笑得跟狐狸似的颜西 不同于百轩清秀的长相 颜西在长相上 带着几分风流多情的韵味 尤其在像现在笑起来的时候 又多了几分算计 见他都出现了 百轩八成也来了吧 但地言哥四下张望 也没有见到他 百轩他这些日子 可不会出现了 颜西笑眯眯地开口 那双仿若带着桃花的眸子 将地言哥来回审视 似是将他当成了一头 代价而沽的猪 地言哥被看得各种不怨 你找我做什么 难不成你想报复我 想杀了我 毕竟这一爪子的仇 除非他是个好人 不然铁定受不了 颜西嘴角擒着轻飘的笑意 你可是先公之人 我怎会杀你 不过 你那盆花我觉得不错 我要了 红是我的朋友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将他交给你 地言哥如同护崽子一般 护着手中的红 颜西见此 倾笑出声 你你长得跟狐狸精似的 怎么开口闭口 又杀又死的 而且 你看我像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吗 像 地言哥慎重地看着他 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念想 就只有红了 抢红 简直比抢他神器 还要无法忍受 但颜西四是真的盯上了红 当即快速向他手中的红扑了过来 地言哥早就提防着他 当即将红往怀中一揣 双手成爪 朝对方抓了过去 但显然 颜西实力比他高了一个大境界 这一爪之下 被对方闪了过去 同时 红也到了颜西的手正 地言哥摸了摸怀中空荡荡的一片 他也不管对方是如何从他怀中 将红抢走的 掏出他的鞭子 便冲向了颜西 这回他是真的拼了全力 颜西就见泛着紫光的鞭子 带着无比恐怖的气息 向他的面门轰了过来 在这一刻 他甚至感受到了极大的危险 于是 他着急忙慌地闪了开来 就听到轰的一声 整个仙宫的地面 都被轰出了一个大坑 地言哥面色阴沉 整个人阴郁地仿若直冒黑气 把红还给我 这无耻之徒 竟然往他怀中偷东西 简直臭不要脸 怎么他也是个娇滴滴的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孩子 一时之间 颜西也被他的气势给震住了 毕竟这仙宫的地面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轰破的 连他也只能破出一个坑 而且坑很快就会恢复如新 然而 过了好一会 这个大坑依旧还在那里 你 颜西不禁有些扎舌 你的修为 真的只是悬线 关你屁事 把红还给我 地言哥抓着鞭子 再次冲向颜西 颜西退后一步 闪过鞭子 声音中仿若带着深深诱惑 难道你不想让你的红化形 我可是有办法的 化形 关于这种事 他想都没想过 他就想养一株普通的盆栽 最主要的是这盆栽 长得跟他以前养的一样 但要是这盆栽 有一变成人 四 简直不敢想象 比起人 他更喜欢仙人掌 不需要 在见到地言哥毫不犹豫地拒绝后 颜西有一瞬间的不愿 就在这时 戒律店的人和护卫队又出现了 地言哥又被关了起来 颜西冲他扬了扬 带着细血的唇角 你放心 等你从玉出来 我就让你见到化形的红 这化形单 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 是留着给他的做起 他也就这么一 哪里舍得 将这个比复原仙丹 还要珍贵的化形单 给他的那株破草用 你别太过分了 他不过尚品灵直 你让他强行化形 会害死他的 但显然地言哥并不知情 在那里气得直跳脚 最后 他又被带到了狱 而且这回 罪名有些大 损坏先公之物 无故挑衅先官 妄图杀害先官 不但要被关于百日 还要受十道法 光目外 刘木直看的怒火攻心 若不是为了你 他根本就不会受罚 他都是为了你 原来你能化形 全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 他的话刚落 便感觉到一股杀意 管好你的嘴 他是我义父 刘木看向那道 红色的艳丽身影 不屑地道 哼哼 原来是认贼作父 围观众人只见 几道虚影闪过 不知何时 两人已经打了起来 现场也瞬间混乱起来 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地言哥受到重罚的事 严夕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他在得知 他要受到十道法后 有一瞬间的纠结 毕竟 若不是他同那些戒律殿的人 是地言哥冲撞了他 他也不会受十道法 这可是十道法 每一道法 都会让人生不如死 也因为这法 他们先公的人 可以特别守规矩 就算真要搞事 也绝不会被人抓着辫子 他们先公已经很久 没有人受这样的法了 还记得上回的时候 那是一个金仙 因为害死了一个 大罗金仙唯一的孙子 结果再受了五道法 就陨落了 虽然有传言 是因为这个大罗金仙 在暗中做了手脚的缘故 但这生不如死的过程 也没有人愿意尝试 他们宁可 被打下轮回台重修 也不想受什么法 所以地言哥要受十道法的消息 不过一会 就已经传遍了整个先公 毕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法 所以很多没见过法的人 都打算在地言哥受罚那来围观他 什么 十道法 白轩在听到老祖宗口中所言后 当即震惊当场 薛儿 你不是 你同那个门将 并无任何关系 原何如此紧张 白祖宗那张 同百轩如出一折的清秀的脸上 竟是嗤之以鼻 不过一个的门将 哪里值得你入错计 你记住 你是百家唯一的传人 你要做的就是 如何变得更强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你的阻碍 老祖宗 是不是你害他 百轩生地道 我和他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你根本就无需做这些 白祖宗脸色微沉 不是我 我还不屑对付一个门将 行了 等那个门将说完十道法 你就能出去了 白祖宗正要离开之际 他听到身后传来弱弱的声音 他受罚呢 我能去看看他吗 声音中充满了失落 这让白祖宗心情极度恶劣 他要让他亲自看着那人去死 到时 我同你一起去 狱里 狱卒和戒律殿的几人 据是同情地看着 正蹲在角落里 正在地上涂涂画画的地言歌 上面写满了乱七八糟的 让他们看不懂的符号 但见地言歌如此认真地在那里写着 他们也没有打扰他 好一会后 地言歌突然站了起来 在那里哈哈大笑 我终于解出来了 那猖狂的笑声充满了兴奋 然而 看在狱卒挤饶眼中 越发同情他了 他一定是疯了 毕竟要受十道罚 哪里是一个悬仙受得住的 严门将 你还好吧 地言歌听到声音 这才发现 狱卒一行人不知何时 竟然一直等在一边 呃 你们怎么在这里 你们可真是好人 过姐 我一定送你们一车子的仙单 狱卒几人瞬间哽咽了 看看这孩子 都封成什么样了 一定是被罚给吓傻了 严门将 你千万不要害怕 十道罚而已 你一定受得住的 是 是啊 虽然从罚到现在 从未有惊仙之下的仙官 能受住五道罚 但我们相信 你一定能熬过去 啊 地言歌终于听明白了 这罚似乎是个好东西 惊仙之下受不住五道 那他这个玄仙 离经丹可是有两个大境界 他受十道罚 岂不是死定了 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哈哈 听完后 地言歌又在那里猖狂地笑了起来 这声音 直接将狱卒几人都吓了一跳 疯了 果然是疯了 严 严门将 你没事吧 你一定要坚强 没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狱卒想要安慰 但一想到对方人都要没了 便忍不住一阵心酸 其实他们会如此心酸 是因为他们从地言歌身上 看到了他们这些人物的无奈 身为上界修为最差的一群人 他们一直以来 只能卑微且心地活着 直到他们看到地言歌 他正直勇敢 做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只是这结果 一个如此正直感慰的少年郎 终究还是要在飞升不到百日的时候 受罚而死 这是何其的讽刺 地言歌的脸上尽是喜悦 那双宛若融了心弓的毛子 凝视着他们 我现在很好 就是有件事 可能要麻烦你们 毕竟人都要没了 只要不是太过为难的事 狱卒他们 还是愿意帮他一下 一会后 他们接过地言歌给他们的东西 几人拿着手中的纸张 震惊地边看边道 你什么 你想出了 如何批量制仙丹的法子 他们在细看之下 发现其中大胆的想法和做法 简直让他们大开眼界 用上面记载的法子 练制仙丹 可能真的叫 这东西就送给你们了 本来我还想亲自给你们练仙丹 以后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帝颜歌又道 其实我让你们做的事 也不是很难 就是将这个抄一份给明婿先关 就是我还他仙丹的人情 我懂了 狱卒突然在那里激动地道 严门将 你有救了 啊 帝颜歌的脸上 竟是茫然之色 狱卒激动地解释道 仙规里记载 有特殊能力之人 可免去惩罚 只要证实 这方子真的能练制仙丹 严门将你 便能攻过相邪 你有救了 别 等等 帝颜歌都还没来得及开口 狱卒一行人 已经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 什么鬼 他就是想还个人情而已 不过问题不大 照上面的法子 再加上 他们头一回练仙丹 肯定守生 估计没这么好上手 应该能撑到他受罚的内衣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狱卒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自己练制 而是找了个仙药店的力帮忙 这人怕不是疯了吧 时间一晃 便到林颜歌受罚的日子 他被无形的绳子 五花大绑地捆在了斩仙台 四周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围着他各种指指点点的 嘶 没想到咱们仙宫看门的 长得这么好看 真是可惜了 姐都没好好玩玩 那你可就别想了 拼他和咱们百轩仙官 两人在仙宫门口出时 接着便是虐恋情深 拒纳是百轩仙官 那是三两头的陷害他关玉 渐渐地 两人就发展到那一步了 就因为这是 颜希才会吃醋 做出这些不理智的事 真是太惨了 整个仙宫都知道 百轩和颜希是一对 他偏要去凑着热闹 这下好了 好好一个美人 当真是可惜了 颜希仙官也真是的 这么个美人也下得去手 你们不觉得他 他看起来有些像清渊殿下吗 哪里像了 清渊殿下 可没像他长得这么女人 众人话的声音 根本就没打算避嫌 地言哥只感觉自己 像是被围观的猴子 而且 这些人的都是什么跟什么 他和百轩是什么鬼 还有清渊殿下是谁 算了 他都要回老家了 还计较这些做什么 至于红 他也顾不上了 只可惜 他还有一个新侍卫啊 这世人群似乎有些骚动 都别了 百轩和他老祖宗来了 地言哥听到动静看过去的时候 就见不远处 百轩正一脸的无奈 跟在一名身着轻衣女子身后 女子同百轩 长得有三分相似 面容清秀 但涛气势气势 却让人望而生畏 尤其是 那双带着几分凌厉的毛子 就跟长了X光一样 将他里里外外都扫了个彻底 接着用轻蔑的口气 不过如此 但话虽如此 他还是多看了几眼 老祖宗 您别胡言 百轩生怕老祖宗胡言 他和地言哥的关系 而老祖宗 则是理解程伯轩 不想让他的坏话 两人显然 不在一个频道上 白祖宗一见百轩 维护地言哥 气就不打一出来 怎么 人都要死了 你俩的事 我还有什么不能呢 现场时不时传来的唏嘘声 让百轩的脸 瞬间涨得通红 他低着头站在原地 甚至都不敢看地言哥一眼 只能偷偷地瞄了他一眼 见他依旧丝毫没有退缩之间 一如那一 他站在仙宫门口 对付那群白骨凶鼠一般 可惜如此神勇之人 马上就要陨落了 但是 对方为何总用那双 灿若星辰的毛子 激动地看着他 难不成他真的对他 百轩先关 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你过来一下 地言哥见到熟人 就有些激动 因为他想起来 他的宁仙珠 还没有机会给冰雪 百轩正要上前一步 便被白祖宗定在了原处 今日哪都不许去 就在这里好好看着 老祖宗 你快放开我 结果话还未完 他连声音都被禁了 正在一边偷偷围观的众人 忍不住为他们两人一阵唏嘘 戒律殿堂主道 众人在听到之后 当即噤声 纷纷弯腰低头 恭敬地站在那里 连老祖宗也是如此 只有地言哥又看了过去 就见一名看上去 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神情肃然 威严霸气 跟在他身边 正低着头的 正是那个老好人明絮 他往地言哥的方向扫了一眼 见他正看向他 同他点灵 那眼神万分复杂 似有非常多的话 想要对他诉 地言哥只是给他回来的 毫不在意的笑 戒律殿堂主 走到展仙台最中间的位置 肃穆的眸子看向地言哥 你还有何要求 地言哥璀璨的眸中 尽是欣喜 我我还能提要求 无论我提什么要求 你都能保证做到吗 言门将 慎言 明絮在一边提醒道 让他 他是我先公之人 自然可以提这个要求 听到戒律殿堂主的话后 明絮无奈地叹了 一口气了 他知道 先公的人在被处死前 都可以提一个的要求 只要不是太过分 先公都能完成 可若是他真的提了要求 也就他真的死定了 明絮想到地言哥给他的单方 虽然他已经将单方提交上去了 但依旧没有结果传来 地言哥欣喜若狂 我有样东西 麻烦你们帮我交给雪公的冰雪 雪公 冰雪 你竟认识雪公的人 戒律殿堂主促眉道 所交合物 无必需检查清楚 其实也不是什么不得了东西 地言哥动了动手 发现右手能动了 当即将好克宁仙珠 拿了出来 这宁仙珠是脆仙体用的 在场的人早已都是仙体 对他们也都没有什么用 你唯有宁仙珠 你竟要把宁仙珠给雪公之人 他是我在凡俗的朋友 他在飞生的时候 把宁仙珠给了我 我不想死了 还欠别人人情 地言哥的话 让戒律殿堂主 有些出乎意料 到底是怎样的情义 才能让他们做出 将这种宁仙珠给对方的举动 但显然这举动 同百宣比起来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别是戒律殿堂主了 连低着头的众人 也是一阵想要八卦的心 我答应你 戒律殿堂主 接过宁仙珠 对他慎重地道 这下好了 他总算是没有遗憾了 可能是因为戒律殿堂主 在场的关系 现场是死一般的寂静 很快便到了受罚的时辰 地言哥感觉 这回绝对妥了 因为他已经感觉一股 犹如毁灭事般的气息 锁定了他 这种回老家的感觉 简直前所未有的强烈 他突然在那里笑了起来 哈哈 来啊 什么狗屁法 全部都过来吧 众人难以置信地 看着地言哥突如其来的笑声 这人怕不是疯了吧 如此罚 又有谁不怕 他竟然还笑得出来 时辰道 罚起 戒律殿堂主拿着一个册子 在那里不断地念念有词 不过一会 整个展弦台乌云密布 无比强悍的气息席卷而至 空间一阵剧烈震荡 众人皆是感受到了蔑视之危 宫的某处 一名身着华服 长相同地言哥 有三分相似 俊美无仇 尊贵耀眼的男子 突然停下修炼 困惑地往展仙台方向看了一眼 出了何事 一边守着的男子恭敬地开口 殿下不必理会 是一名守门将 遇残害先官 正被执行罚 罚 往常对这些事 没有任何兴趣的地青渊 不知为何 突然来了兴致 这家伙果然很讨厌 地言哥看着头顶熟悉的味道 乌云 闪电 什么法 不就是被雷劈吗 还以为什么高大上的东西 只是同之前不同的是 这回的这个闪电 进散着血色的电弧 乍一看 同之前的那些雷 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而且这雷的威力 看着比之前不知强了多少 地言哥又扫了眼 手中的引雷镯 这下好了 强雷配上引雷镯 这下绝对妥了 不一会 血色的电弧 越来越壮大 已经有了手臂粗细 所有围观众人 虽然知道罚批不到他们身上 但还是被那气势 吓得退后了好几步 一会的功夫 地言哥面前 除了百轩和他老祖宗 还有戒律殿堂主和老好人之外 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恐怖的气息 弥漫到整个朱仙台 及其周边数千里 不好了 我们必须要再快一点 狱卒一行人 好不容易等到 地言哥免除罚的文书 他们便火急火燎地往朱仙台赶去 然而正要赶到朱仙台的时候 他们突然撞到了一个人 几人哪里还管撞到的是谁 正要赶着去救地言哥之际 被一股强大的威压 镇压当场 大胆 冲撞令下 你们还敢跑 听到此饶话 狱卒几缺 及面色苍白的跪倒在地 殿下饶命 地青渊幽暗深邃地扫了几人一眼 正于开口之际 狱卒突然着急忙慌地开口 殿下 下官能不能先将文书送到展仙台 大胆 殿下还未开口 你还敢提意见 那人这便要动手 却被地青渊给挥开了 适合文书 拿过来 狱卒在纠结之后 最终还是没有勇气 虽然他敬佩地言哥 但比起命 他还是自私地将文书递到林青渊面前 地青渊好奇地看了一眼 这一看 便万分诧异 竟是一份 免于罚的文书 这罚历来可没过免除的罚 除非此人却有过饶才出 地青渊遗憾地将文书还了回去 来不及了 你的文书来晚一步 罚一旦启动 便停不下来了 什么 狱卒一行人皆是红着眼眶跪在那里 连地青渊何时离开 也没有察觉 而这时 地青渊对这个受罚的人越发好奇起来 能让那群老顽固下这种免刑法的文书 名此饶才能 绝对与众不同 即便他都要死了 他也想同他交谈一番 地青渊刚到展仙台 便看向那个被五花大绑的人 当看到他的第一眼 他便觉得有种莫名的奇怪感觉 当然地言哥也是这么想的 他也一直在看着这突然而至的男人 金色围边的锦袍 俊美的无懈可击 还有那与生俱来的尊贵 总有种浓浓的装逼服 他明明从未见过此人 可不知道为啥 一见到他 他就忍不住想要同他打一架 你是谁 地言哥直接连地开口 而在他开口的时候 众人早已跪了七七八八 地青渊走到他的面前 不断地打量他 地青渊 你又是何人 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 看门的将死之人 地言哥完 忍不住给了他一个白眼 而地青渊则是眉头微醋 想要开口的话 始终没有出口 一想到他会就此死去 忍不住有些心酸 光目外 围观众人也是看得一阵心酸 地尊真是太可怜了 他自被封印了神脉 一气到下界 过着诸狗不如的生活 而他的兄长 则是静享一世荣华 这种落差 要我 我也会心里扭曲 他一定是接受不了这个真相 才会犯错 这一路行来 地尊吃了多少苦头 他一步步走到现在 真的太不容易了 可那些人还要逼他 他真的会疯的 该死的地青渊 早晚被抛弃 刘牧看着光目上发生的事 面目争鸣 反正他也不想活了 他就骂了怎么着吧 光目中 地青渊正要开口缓解尴尬 突然一道血红的闪电 从而下 划破长空 猛然轰击在被五花大绑的人身上 这一下 打得地青渊措手不及 他甚至都没有问清楚 为何会在他身上 感受到这样奇怪的感觉 那人却已经没了 在这样强大的罚之下 连他也要畏惧八分 他哪里有命能活得下来 贼了 怎么就这点来 会不会放雷 这还没我飞升劫雷来的强 地言哥中气十足地道 而且看他那模样 似是什么伤都没应 还没等地青渊欣喜 地言哥已经在那里 一口一口地吐血了 你 没事吧 话间 地青渊掏出了一把 闪闪发光的仙丹 地言哥看着那些仙丹 满脸警惕地看着地青渊 你要做什么 我不要你的破仙丹 这家伙果然很讨厌 一来就给他送仙丹 这个时候 别看那些人正贵在那里 但八卦的熊熊烈火 还是让他们忍不住侧耳倾听 甚至还有几人用余光偷偷描两人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的门将 不但和百轩不清不楚 还和他们的殿下相识 只是这个门将 画的态度 简直就跟不要命似的 这不 当即有侍卫在一边呵斥道 大胆 你一个的门将 竟敢顶撞殿下 简直就是找死 我就顶撞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他人都要没了 还同他讨论顶不顶撞的问题 简直无趣至极 众人皆是遗憾地低着头 食道罚过后 别是人了 估计连神魂也保不住 若是他早些 他熟视殿下 估计也不会受什么罚 只是现在 一切都来不及了 没准他现在已经化行了 就在众人以为 会有更多的八卦可以看时 他们见到地青渊 突然转身离开了 一直跟着他的护卫剑子 静止跟了上去 只留给众人和地言 各一个决绝的背景 这来去匆匆的模样 让众人困惑不已 毕竟刚才他们的殿下 还拿出仙丹 想要救人 怎么走就走 果然不愧是 船中心思复杂的殿下 光幕外的刘牧暴跳如雷 混折青渊 他可是你亲兄弟 竟然见死不救 好歹给他点仙丹 我诅咒你 早晚被水盐抛弃 其他人一生都不敢知 地言歌在看着那人离开的身影 不禁陷入了沉思 不过一会 他眼前一亮 因为他终于想起来了 这地青渊 可不就是剧情中最大的反派 剧情中 他不知何音 同萧绝对上了 接下来 便一直给萧绝送装备 送宝物 送美人 最后 他落得个全家死光 整个仙宫被毁的下场 而他自己 更是从高高在上的帝尊 堕落成魔 在萧绝手上 神魂俱灭 要论最惨的反派 他肯定也能排得上号的那种 不过这个地青渊 是在后期出场的大反派 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反派 都还没出场 他不应该这么早出现才对 算了 这不是重点 若是 他侥幸没被罚劈死 倒是可以抱一下他的大腿 这么惨的人 绝对适合当兄弟 呸 他想的什么会气是 这回 他铁定死定了 只是一想到地青渊 会有这么悲惨的结局 他竟有些于心不忍 很快 他便没心思 想太多 因为第二道罚到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话 刺激到上面的结云 这一道显然比上一道强悍多了 雷劈下来的时候 他只感觉脑瓜子温文 现场有些嘈杂 但他似乎什么都听不到了 严门将 这是我的错 你安心地走吧 我定会助你的红话行呢 当地言歌缓了一会的时候 听到的便是颜惜的声音 啥 啥玩意 但此时 他又顾不上了 因为后面的罚 似乎越来越密集 而他的整个脑瓜子 更是温文 感觉有上千万只鸭子 在他的脑子里蹦蹦跳跳 还在他耳边呱唧呱唧地叫着 吵得他怒火滋生 轻惊暴跳 双手也因为太过愤怒 紧握成拳 指甲深深地刺入掌手 鲜血不断往外伸 而郑围观的所有人 都看得震惊到了 他明明痛苦成那样 竟连一声都坑 别是光幕外那些围观他的人 连斩仙台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众仙人 都在内心忍不住敬佩他这条汉子 白祖宗虽然没有开口 但内心也不得不佩服他 若是他家百轩 能有眼前这人半分的毅力 现在也不会只是个真贤 呜 阎门将 都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来晚了 狱卒一行人 终究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来 在见到地言歌 明明痛苦万分 却连一声都没坑得硬汗之举后 忍不住止抹泪 阎门将 这是你的免罚文说 你根本就没错 你不要再硬撑了 安心地走吧 不知何时 白祖宗已经解开了对百轩的束缚 在这最后一刻 他还是决定让百轩劝他几句 就算他勉强继续撑下去 也不过是徒劳 只会让自己越发痛苦 百轩上前一步 大声地对地言歌道 阎门将 你安心地走吧 你的遗愿 我都会帮你完成 就在他罢之后 地言歌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在他面前的百轩几人 都被这强大的气势冲飞了出去 在其他人看来 那就是百轩一开口 就让地言歌爆发出了巨大的潜力 当即这八卦又开始复苏 只是地言歌 其实啥也没听到 他耳边全是呱唧呱唧的声音 当真是吵死他了 所以他一怒之下 终于爆发了 什么法 什么雷劈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回家的诱惑 那些统统给他滚 在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厚 他觉得觉得 这回绝对靠谱 而所有人也觉得 他绝对会死在罚之下 这时 众人发现地言歌手腕上的镯子 陡然间爆发出强烈的紫光 那光芒异常耀眼 连他们这些仙人 都无法直视 只一会 那团紫光包围灵言歌 并且修复他被罚劈坏的身体 显然这手镯虽名为引雷镯 但并不是只有引雷一个功能 引雷是为淬炼他的身体 但雷一旦过量 这个引雷镯 便会用一直储存的雷电 来修复被劈坏的身体 现在的这个 罚引下来的雷 早已超过灵言歌 能承受的范围 所以 引雷镯就爆发了他隐藏的功能 而这个隐藏的功能 至今只有地言歌一人开启 毕竟这种变态的雷 也就他一个人做得出来 神器 是神器 好强的神器 白祖宗惊差不已 而明绪只是无奈摇了摇头 今日过后 地言歌有神器的消息 便会不进而走 若是他活下来 估计也会面临诸多挑衅 引雷镯一刻不停地修复着地言歌的身体 而这罚则是 不断破坏着他的身体 若是寻常人 早就受不住这样的痛不欲生 当场被折磨而死 而地言歌却是在那里 气得直跳脚 因为 他在缓过来的时候 也发现了引雷镯的问题 但显然 退货是不可能退货了 他只能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活到了罚结束 当最后一道罚下来的时候 众人围着地言歌有些雀怨 戒律店堂主 当即将那枚宁仙珠还给了他 并表示 既然他活了下来 这个交易也就作罢 白祖宗看了眼 正围着地言歌激动异常的百轩 终究只是叹了口气 便离开了 不过一会 这里的人便走了七七八八 连狱族一行人和明绪 都已经告别离开了 只剩下 百轩和严西 及其他一些吃瓜群众 严门将 我老祖宗再也不会阻止我来见你了 百轩激动地开口 这话的 就跟他俩有什么一样 其实他们真没这么说 地言歌只能用一声呵呵 代表了尴尬的气氛 这 众人据是一